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恋爱中的红男绿女,似乎总有说不尽的甜蜜与哀愁 那些风花雪叶的故事早已经被各种现实切割的支离破碎 而浪漫与生活理性与现实之间,男男女女到底如何选择 本期,心动的信号,继续交流探讨爱情这个母题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看到李君杰对奥斯卡之间的互动,江振宇率先提出一个话题是 女生对于男生的情感需求到底是什么 而杨超越脱口而出,爱 这个答案,本杨超越还真的是简单直接,一个爱概括了一切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不过,因为杨超越的答案实在太过简单霸气,所有的嘉宾全体意外,留言和张语气都笑道不行,没点到杨超越会说出这么一个答案 本来大家都觉得20岁的小女生,应该罗列出浪漫啊,贴心啊,细心等等这些关键词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一番欢笑之后,话题继续,留言觉得奥斯卡是李君杰的理想型,但江振宇则说理想型也分很多种 此时的杨超越恍然大悟提到了星座这个概念,他觉得李君杰是狮子座的女子,有保护欲,而奥斯卡很可爱,等于激发了女方的保护欲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杨超越说出这个答案,得到了江振宇的认可 但没料到朱亚文立刻接话问杨超越,所以说你也想找一个这样的 意思是杨超越也喜欢可爱类型的男生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而杨超越立刻说,其实我想找一个成熟型的 看来春花杨超越,还是内心里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的 他想要找成熟型的男生,期待自己被保护被呵护,被宠爱,完全是小女孩的心思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不过,画风一转杨超越又自曝,当看到李君杰和奥斯卡的甜蜜友爱互动时 却又觉得无论男女其实内心又有着保护欲的一面 所以春花感叹说自己也很喜欢可爱类型的男生 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尤其是杨超越说了后面三句话时,朱亚文还是很意外的 他虽然猜到了杨超越大概喜欢奥斯卡这样的男生 但是没想到杨越超内心对感情的选择还是很纠结的 既喜欢成熟型也很有欲解的保护欲 但其实仔细想想杨超越这番话,不也是说出了不少女生的心理 别看女生是需要被保护的,可是很多女生的性格却很强带到不需要被保护 甚至有着很强的保护欲去反过来照顾男生 因此那些可爱类型的男生,从来都是欲解们的选择 但杨超越前脚说喜欢成熟男性,后脚又说自己有保护欲也喜欢可爱类型的男生 看得出他内心其实还很纠结 这个太容易理解,本来杨超越就只有20岁 完全是对爱情充满各种好奇和憧憬的黄金年龄 但是这个年龄的女生却又不是懵懂无知的 是在经历后有着纯真的期许,在事故中带着一定的自我 容易幻想和期待,也能够在现实中面对自己的渴求 因而杨超越才会有如此纠结的一面 想要面对内心真实的声音,却又免不了想要任性一次 大概这就是年轻的质感吧 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真实感,是那些成熟女性所磨掉的浪漫 你看,柳妍肯定不会说杨超越同样的话 另外,你是否认同杨超越的恋爱观呢? 是否也喜欢他喜欢的类型? 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魏京允许不得转载 清文杨超越自曝喜欢成熟型男生 但随后三句话却让朱亚文意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